底下的话甚至我们会是 它资料过来的话 我们甚至它的那个字的字型 跟这个字中还有那个框线 我们也顺便把它画上 并且把它加上保护了 保护目前是动态的 OK 那这个当然你如果要修改 像刚刚有我讲到 就是说如果呢 你这边有设定保护的话 那它一定要密码才能看到程式 可是如果你没有密码的话 那是看不到程式的 所以这个动态保护的关键呢 就是ActiveShoot then Unprotected 其实还蛮简单的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动态的保护资料 让它不能够任意的变更 那好处的话真的太多了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 尤其是你要从客户端取资料 或者说你要让大家填一个共同 就是输入资料的话 最后发现最大的问题 都是错误连篇 你要花太多力气去校对这个资料 那倒不如你知道吗 在源头就已经控管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轻很多的麻烦 OK 至于细节的话 可能还是要请同学 回去再多花一点时间练习 或甚至你另外再找一个资料吧 OK可以输入可以填写 然后可以做一些保护的机制 OK 我想我们在这个范例就先讲到这里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下一个范例 那所以请各位待会呢 再帮我开启那个第三个单元 日期与时间函数 打开里面的话 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综合练习题 那这个综合练习题的话 基本上我们会是希望说 能够在这边呢 帮我产生一整年的年历 也就是说1月到12月 看能不能向下向右呢 一次就可以完成了 不过在做这个练习之前的话 我们恐怕还是需要先了解一下 有关在那个 Excel里面日期的格式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日期这个格式 其实跟数字跟文字又不太一样 它其实又不是文字又不是数字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 首先的话呢 因为在一个日期时间 它日期里面可能还包含时间 所以日期里面就包含年月日 那时间的话包含十分秒 甚至还包含礼拜几 所以相关讯息的话 它是怎么储存的 首先跟各位讲 当然我们输入的话 一定是输入成 日期的部分 一定是输入像这样子 有点像是用我们输入的时候 其实它是把它当文字 那它怎么知道这个是一个日期 因为我们在年跟月中间加个斜线 月跟日中间加个斜线 哦!它就辨识出 而且呢 因为这个是美国那边设计的 所以基本上它是西元年 那特别注意第一个 所以它里面实际上是标准是除成这样 可是问题呢 因为每一个每个地区 或者每个人对于那个日期时间的格式不同 所以假设我们待会第一个问题 我如果希望呢把它格式化成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样 就是年月日星期几 那年的话呢 我如果要西元年的话该怎么做 我斜线如果不要斜线 我需要点 那月跟日的话呢 我希望呢变两码 也就是说呢 如果各位数字前面请你帮我加零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后面我希望加瓜糊 那瓜糊里面的话呢 就是周级 那像这样的话 我该怎么样把这个格式给做出来 OK 所以待会的话 也许可以思考一下 另外一点 其实在那个 Excel里面 它怎么去储存日期 其实你其实可以做一件事 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假如说呢 你会发现啊 这边就它的格式 制定里面这边有个格式 假如说呢 我把它改成通用的话 那你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变成一个数字 42005 怎么会变成数字 它不是一个日期 跟各位讲 这个日期的话 它的最原始状态 其实就是1900年的1月1号 它把它当什么呢 它把这个当成是 所有日期的第一天 也就是说呢 如果第二天的话 就1900年 第二天 那也就是说呢 在日期里面呢 其实它的储存 它是存一个数字 那你想说 老师那小数点怎么储存 小数点的话 一个小时的话 那就是1 24分之1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后面假如还有时间的话 它用小数点来代替 那也就是一天24小时等于1 1的话就一天 基本概念是这样 那我们要了解 这个格式之前 我们先切到today好了 所以请各位 先帮我把today切过来之后的话 请你在那个c3这边 插入一个 日期 的这个函数today好了 第一个帮我输入today ok 然后你会发现today的话 得到就是今天日期 底下的话呢 请你帮我插入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now 按确定 你会发现呢 为什么两个一样 可是哪里会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差别 各位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按 把这两个选起来 出生和格式 请你把这两个格式 加上10千好了 也就是说除了年月日之外 请你再加上10分秒 也许再加这个好了 年月日 斜线 然后10跟分好了 不要秒 没有按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是today的话 那它就是停在凌晨的12点为止 可是如果now的话呢 它就会多什么 多一个所谓的这个时间 那如果我把它做一个格式化 另外再把它变成什么 按右键出的格式 如果把它改成通用的话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它会变成 today的话呢 是整数 那这个是44410的话 实际上是距离19001月1号 就是这么多天 now的话呢 你会发现 因为后面是有时间 所以它会有小数点 大概是这样 那请各位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日期格式 格式化成刚刚这边看到的 民国年 然后呢 月跟日变两码 斜线变成点 后面加上周几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吧 好